這段時間 特別歡樂 千怡對你們大家比較抱歉 對不起 因為我比較兇膀 這個時候不再生氣 這個時候不再生氣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連千怡20萬嬌寶又被帶走 老婆娜美 全夜說個笑話暗酸閃閃 他直接進去了 摔牌搜索票啦 直播主連千怡 因為涉嫌NFT詐騙 9月6號被刑事局寶鬼帶走 並查扣大量名表 鑽戒 癌鳳 經鑑定確認全是假貨 放下假典 7號凌晨三名小弟前來辦保 連東以20萬元交保貨 並未走出地檢署 反而被刑事局人員轉車帶走 我又跳出來了 快就站回去了 我又跳出來了 快就站回去了 為什麼沒有喝又的 據了解是檢察官下令 不希望連東繼續在媒體前說話 要刑事局將人載到附近路口 讓他搭乘計程車回家 這個NFT這批精品是假貨嗎 我沒有話跟消費者說 所以這納美有出過的嗎 而生前連正義為了一條絲襪 跟老婆納美喘出分辨 薇薇 你昨天出去的時候 爸爸有沒有買一雙襪子 絲襪 有 有還是沒有 有對不對 當時老婆嗆聲 這種心疏不正的公眾人物 就是要公諸於世 反正他還跟我借一百萬 要記得還我唷 我拜託給我回家一百萬 沒絲襪出來說沒有必要 後來連董丹方面宣稱 夫妻已經和好 婚姻危機解除 9月5號還曬照耍恩愛 謝謝老婆買一件白色牛仔褲給我 難道納美是在說 海水退了就值得隨便穿褲子嗎 連董一次待機 他便發文表示 說個笑話 有家人非常迷信 但由於尊重個人信仰 我從來不去批評 但神明跟神棍說 他老婆外面有男人 然後他今年要走大運賺大錢 現在看來怎麼覺得有點諷刺 只不過該文只閃現三分鐘 那沒就刪文了 雖然沒有指名道姓 但用膝蓋搶 也了解說的究竟是哪位啦 家務是拿出來講不好看的 好嗎 我都讓你 什麼都讓你 什麼都配合你 懂嗎 都我的錯 這九年來 要買賓士買賓士 買豪宅買豪宅 買什麼都給他 我講句實在話 我都覺得甘吃如飲 我都願意付出 以後多少大家自己看一下 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懂嗎 這不是我的戶頭 他的戶頭 他的戶頭 懂嗎 我來來去去的錢 每個月都好幾千 最少好幾千 最少好幾千萬 那一百萬他隨時可以自己去領 他不開心我做到他滿意為止 我就承重他 他不喜歡我就做到滿意為止 至於離婚不可能 他找律師 我可以找一狗票律師出來 走百條 懂嗎 走信託 在信託多少錢 幾千萬信託下去 我跟講他離不成啦 因為我已經照顧成這樣 已經沒有話講了 要知道